所以说很多老司机选择在家里面躺平 也不愿意出来 因为你出来也没单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运气好的话 一个小时给你接一单 运气不好的话 一个小时有可能一单人也没有 毕竟是肉少狼多的一种情况 还有一些就是什么双正司机 他必须得跑 因为每天有这个租金 有板板费要去交 不跑 那就道歉公司的钱 对吧 每天必须得把板板费给挣够 就跟出租车一样 对吧 你接了车 你至少得跑一百多块钱 就是这样的 像我们这边你出个车 最少也是两千八左右 对吧 你必须得跑够 你不跑够 怎么搞 自己贴钱 肯定很多人都不愿意 对吧 咱们出来跑车的都是为了赚钱 让自己倒贴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些就是 全职司机 对吧 像我们这种 每天再怎么的 都得出来跑车 因为怎么说呢 你不跑车 你就没收入 没收入 你就心里慌 你心里慌 在家里面待着你更待不住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说不定出来 碰碰运气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像现在你看 成都 重庆 这些地方 大城市 他一天也跑不了多少流水 全部都是 没有单子 你 不管现在是什么 你开一个平台也好 你是多平台也跑 你跑滴滴也好 跑欢小猪也好 对吧 跑棉庸联盟 跑高德 都无所谓 你就开100个平台也好 对吧 还是没单 就是这种一个状况 这个疫情影响太严重了 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门 对吧 防疫政策 宁愿在家里面待着 很多人 因为我们这边是 之前有出租车司机感染过 很多人就不选择 做公共交通工具了 就觉得很危险 因为毕竟咱们这些网约车 包括出租车 你每天接触 不同的人 对吧 这个危险的话 系数就很高 有些讲究的人 以前选择打车 但是现在人家就 不做这种交通工具了 你因为自己开车 怎么样的 这样的话 风险就小一点 所以说 导致了咱们 网约车的订单 就急剧的下滑了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这边是旅游城市 出现疫情过后 那就更不用说 这个什么 旅不旅游的人了 压根日就没人 就是这样的 在这里我只是想跟大家说 现在跑网约车是真的很困难 很困难 一天想跑点流水的话 真的是比登天还懒 还有一些新手朋友 想进来体验一下 想去租车来跑的 我圈里面就算了 我一般还是爱讲大实话的 怎么说呢 反正现在这个行情就是内卷比较严重 各大平台 各大平台不管怎么样 都在抢人 都在推出各种活动 但是没单也没什么用 你再怎么卷 没有单子 一切都是白费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有什么想要资讯的问题 或者说了解的 都可以私信我 或者在评论区留言 拜拜